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照辉迎娶了曾家党前妻邓龚碧 同为二婚的二人却走到了最后 如今也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转照辉可谓是真正的香港老艺术家 祖籍广东新惠 生于广东佛山 三四岁时跟随父兄到香港定居 1953年 年仅七岁的转照辉移入行拍电影 很快便以同心的姿态走红电影界 转照辉堪称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港片最著名的童星之一 和李小龙同辈 拍片可能更多 从1953年到1970年 转照辉演过85部电影之多 给影迷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有 养子当之父母恩 父与子 父母心 哪吒 孙悟空等 此外 他参演的多部国语片亦获好评 转照辉在做同心演电影时也出演乐剧 是香港乐剧总会八合会馆当门弟子 舞台演出是转照辉演艺生涯的重要环节 他的启蒙老师是乐剧名宿丁湘耀 后拜明灵麦丙荣为师 并从刘兆荣 黄汤 林兆刘三位师父习唱 后随袁小田师父习舞 小小年纪的转照辉 当时已在乐剧舞台出路锋芒 被誉为乐剧神统 提到当初走上演艺之路的缘由 转照辉坦诚地说 是出于生计需要 至于演乐剧 转先生笑说 最开始是小孩子觉得好玩 却没想到后来竟真正喜欢上了乐剧 并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乐剧生涯 十来岁时 在电影界和乐剧界都以小有名声的转照辉面临着人生的选择 拍电影还是演乐剧 在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间 转照辉选择的不是前途一片光明的电影 而是自己最喜欢的乐剧 选择了乐剧 就意味着将一路与苦相伴 小时候 当同伴们每天在户外自由嬉戏时 转照辉却要穿梭戏棚练功习武 抬腿 下腰 翻跟斗 练习唱枪 1967年 政治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 转照辉大病了一场 差点不能继续演戏 1993年 他练功时仅不软骨一味 半身失去知觉 动弹不得 万幸两次得病最后都治愈了 且都在病后有所反省 收获 转照辉说 每次的大伤都是对他身体的全面打击 但每次却又都是对他思想的一次提升 乐剧之家就是在他1993年大病的背景下创建的 熟悉乐剧的观众都知道转照辉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万能态斗 正所谓虚挂红黑白 编是无小丑 除了淡觉他不太喜欢外 可以说各种角色他都游刃有余 有评价说 转照辉是时下唯一级任文武生及二邦小生 但依然叫好叫做的老官 1991年 转照辉获香港艺术歌唱家年奖 一年后他又获班寿勋弦 更与童年应邀远赴伦敦做英女皇预前演出 他也曾多次到美加 欧洲 澳洲 东南亚 南美洲 台湾等各地表演乐剧 把乐剧带到世界各地 让世界领略乐剧艺术之美 转照辉不独对自己行当的声系具有相当造诣 丑声 虚声 甚至花脸戏 演来也得心应手 在1998年12月 他与国报飞燕林合作的南系北系展光华 更展露出眼睛剧的才华 作为纵横香港乐剧团51年的乐剧名领 转照辉被推举为业界代表 他目前出任新一届香港巴合会馆副主席 一直奔走于香港教育署和各大学之间争取项目合作 希望把戏曲知识推广到学界 把乐剧发扬光大 作为乐剧舞台的万能泰斗 转照辉在评语演出之余更致力于推广传统戏曲 他在1993年创立的乐剧之家 制作了不少先为商业乐剧团才演的大型邻居 既有《赵氏孤儿》 《玉皇灯殿》和《罪战二王》等 他排演的剧目也多是传统老戏或半心不救的戏 他自认是乐剧界的保守派 早年的转照辉曾和香港正义乐剧花旦银飞燕走到过一起 银飞燕的唱腔圆润 扮相多元化 除了正义花旦演的金衣花旦戏录外 他已扮演过男生 狡猾奸诈的角色等 自幼亲母亲带着去戏院看大戏 耳濡目染的他喜欢上了戏剧 后拜音乐家王岳生为师 以学唱枪练器打开心的一天 他已试过凌晨四点跟着师傅到海星庙开枪 除此之外 还需要跟着吴锡衣 吴公侠以及谭珊珊等前辈学习工架身段 包括棺木 身形 台步等 正因虚心耗血 不畏艰苦 才造就了如今的尹飞燕 谈及尹飞燕与阮兆灰的感情之事 那便要从在启德游乐场演出的那段日子说起 当时剧团专程为尹飞燕在台湾聘请了一位搭档 这位搭档就是阮兆灰 身为搭档的两人难免因滋生情愫 日久生情 因阮兆灰家庭背景较为复杂 尹飞燕的母亲怕女儿嫁回去会吃苦 更怕妻婆妻关系处理会复杂 所以持反对态度 但两人并不理会外界的万般阻碍 还是选择了在一起 婚后 尹飞燕更是为阮兆灰诞下一儿一女 儿子阮德枪 女儿阮德玄刚好凑成一对好字 可惜这对才子家人未能携手共度余生 因种种原因 两人选择放弃这段共同经营过的婚姻 接着尹飞燕的母亲离开人世 史德基受到了双重打击 尹飞燕后来曾表示 阮兆灰离开她时 妈妈又刚走 当时真的是双重打击 不过现在回头一望 又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离婚后的阮兆灰遇见了邓鼓碧 邓鼓碧曾是DJ 亦是专栏作家 还曾是模特 年轻的时候才貌兼备 受到很多人的追求 曾江就是其中一位 曾江在与第一任妻子兰蒂尚未离婚的时候 就恋上了邓鼓碧 兰蒂的姐姐曾经在受访时表示 曾江当年就是看上了邓鼓碧而抛弃了兰蒂 1979年 曾江与兰蒂离婚 一年就与邓鼓碧结婚 可惜这段婚姻历经十年 还是离婚收场 邓鼓碧在离婚之后遇上了越局大老官阮兆辉 阮兆辉也是才离婚不久 对邓鼓碧也是一见钟情 而因为两人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很快就走进了彼此的心中 虽然当时邓鼓碧带着一个女儿 但阮兆辉还是毫不犹豫地娶了邓鼓碧 展开了新的婚姻生活 虽然女儿并非自己所今生 但阮兆辉与妓女曾木雪的感情很好 在2020年的一个专访节目中 阮兆辉和妓女曾木雪分享了她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这次活动中 阮兆辉与妓女合作无间 曾木雪自报道 其实她早已看好灰叔叔 曾木雪回忆到她8岁的时候便与阮兆辉一见如故 当时阮兆辉还没跟妈妈交往 但她很喜欢阮兆辉 很喜欢走到阮兆辉身边 等她长大后她们就成了好朋友 曾木雪的生父是资深演员曾江 多年来演活过无数惊天角色 当问起与巨父两人感情好 是否怕爸爸曾江吃醋时 曾木雪说不担心 因为父母分开后各自有了家庭 对曾江来说 见到阮兆辉如此疼爱她的女儿 曾江很放心 曾木雪更指 阮兆辉真的很用心疼爱她 关心她 两人的艺术交流充斥着整个成长过程 曾木雪还大赞阮兆辉耐心超级大 很疼爱妈妈邓弓碧 令她可以很好地容纳到对方 而与阮兆辉结婚后 邓鼓碧也成为贤内助 辅助阮兆辉的工作 夫唱夫嘴 感情也极好 这些年她并不常露脸 也线上有她的消息 2020年 在有她消息的时候 却是她中风入院 口齿不轻的消息 消息传出后得不到证实 而邓鼓碧也没有公关代表 直到后来阮兆辉出席公开活动 她才公开承认邓鼓碧的确是中风了 所幸的是邓鼓碧只是小中风 邓鼓碧的中风 据阮兆辉透露 是因为操劳过度所引发的 2020年因为瘟疫的关系 业界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 阮兆辉不仁手足同僚生活受困 于是发起了网上乐曲筹款演唱会 想要为业界贡献力量 而邓鼓碧则是这次的活动策划者之一 由于太过劳心劳力去准备 把自己累坏了 更因此导致了中风 当然实际情况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惨 只是比较轻微的中风 入院住了八天就出院了 阮兆辉指引 清醒的是发现较早 送院及时 所以没有留下太多的后遗症 过了一段时间 邓鼓碧便能够说话了 行动自如 但是就比较吃坏一些 故此继续要接受中西医的治疗 如今阮兆辉与前妻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 儿子是前TVB的议员兼主持人 现转行戏曲以及电影界工作等 参演的作品有《烈火雄星2》 《流金岁月》《结大欢喜》等 2018年与女演员林思敏组成一个有爱的家庭 并诞下一女 儿女儿阮德玄已嫁到国外 育有两孩子 幸福美满 虽然阮兆辉与尹飞燕已不再是夫妻 但仍是好搭档 朋友 2019年 尹飞燕举办入行55周年演唱会 阮兆辉与儿子阮德江亦有到现场为其加油助威 还有亲情献唱 在其他在舞台上 阮兆辉会时不时指电影飞燕 两人亦会彼此切磋交流 儿女都有各自的事业和发展 身边的妻子也已恢复健康 与前妻也是好搭档 好朋友 如今的阮兆辉可以说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如果说阮兆辉还有什么心愿的话 大概就是想要建一所乐剧培训学校吧 这位脚踏离员半个多世纪的乐剧老人 如此年纪却还依然心系乐剧发展 但摆在她面前的仍是一条看不到前方的路 而她依然还会勇往直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于稷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